我们都知道目前CPU水冷散热已经是非常成熟和广受欢迎的散热方案 因为它不仅能有效的将CPU的热量给带走 而且还能有很好的解决主板兼容空间的问题 当然最主要的是它有着更吸引人的美观外表 至少对我来说它是美观的 在市场上主流的一体是水冷 一般都是搭配120、240和360的水冷排 而更高的规格一般只能采用更够复杂的分体式水冷方案 但偏偏分体式水冷比起一体式水冷有着更够复杂的安装难度 和对机箱的兼容性的要求更加高 更不用说分体式水冷这个无底洞更贵了 那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保留一体式水冷的简易安装 从而提升散热能力呢? 当然是有的 那就是夹汉堡水冷 在我开始介绍夹汉堡水冷前 我先来简单分享一下关于水冷的散热模式 水冷的设计是通过一个铜制的水冷头底座紧密着贴着CPU 利用水冷管连接上冷排 然后利用水泵的力量将水冷液把CPU的热量从水冷头带到冷排里头 再通过水冷排上的冷排风扇加热让排除到冷排之外 再将已经冷却的水冷液回到CPU的冷头上形成一个循环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冷头规格不变 水泵的力量不变 水冷管的宽度不变的情况下 冷排的规格以及能够支持的风扇数量 就是直接影响水冷的性能 这也是为何同款的360冷排的水冷性能会比240和120的好 回到夹汉堡水冷 夹汉堡水冷是利用冷排双面都能够安装风扇的特性 把原本只安装一面风扇的冷排 多增加风扇在另一面形成一个类似夹汉堡的模式 让冷排里面的热量可以更快的带走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面的风扇必须是顺性风道的 而不能是逆性风道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加强你水冷散热的性能 解释完夹汉堡水冷后 现在就是真正的将它给实现出来了 我现在这台工作室的O11D Razor是采用Chromaster ML360R的水冷 外加一个SF360R的一体是360ARGB风扇 而我现在就是要升级这个水冷 将顶部的水冷排打造成夹汉堡水冷模式 因为安装多一层风扇会增加25毫米的厚度 因此在正式升级前 我们需要确认是不是会卡到机箱里面其他的硬件 确认升级也不会造成其他硬件的兼容冲突后 就是选择对应的风扇了 在这里我选择的是Chromaster今年新推出的SF120M 选择到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有着更好的减震脚垫和减震马达 同时保持着更低的噪音 而且连夜扇的设计可以有更好的性能 采用双滚珠皱层设计也加强了风扇的耐久性 加上SF120M支持多风扇简易连接 只需要一根线材和接口就能够串联最多3把SF120M的风扇 刚好我这次也是需要安装3把 于是这款风扇真的是符合我的理想选择 虽然它并没有RGB灯光 但是安装在机箱的最顶部基本也看不到 所以影响也不大 额外安装好这3把风扇后 就让我们来看看升级后的散热性能差距吧 首先介绍一下测试的场景 我这台主机是采用Ryzen 73700S搭配ROG C8H的组合 显卡是ROG本轻的2070 Super Air 8G 机箱是采用联利O11D Razer 除了水冷本身的6个12厘米风扇是放在最顶部出风以外 机箱的侧面分别是3把Cooler Master的SF120R的风扇做进风 底部则是另外3把Cooler Master的MS120R的风扇做进风 因此合计机箱内一共有12把12厘米的风扇 室温环境是维持在25度的空调空间 为了能更好地知道升级后的性能提升 以及符合我的日常使用场景 在这里的测试对比都将机箱内的所有风扇调整至60%的转速 以达到比较静音的噪音体验 然后把3700X打开PPO 看看在这两个散热方案之间 3700X的频率是不是有更高的提升 首先是单考CPU对比 20分钟后单考CPU的温度测试中 ML360R默认三把风扇的成绩是在最高64度 频率是在4.15GHz ML360R夹汉堡的成绩是在最高温度55度 频率是在4.22GHz 然后再加入FVS模块的FPU烤机测试 然后ML360R的夹汉堡成绩是在最高温度71度 频率是在4.05GHz 最后则是FPU烤机的基础下额外增加GPU烤机一同测试 20分钟后FPU加GPU双烤温度测试周 ML360R默认三把风扇的成绩是在最高76度 GPU温度是在54度 频率是在4.0GHz 然后是夹汉堡的成绩最高温度是在73度 GPU的温度是在53度 频率是在4.02GHz 最后是在测试Cinebench R20的过程中 观察CPU的温度变化和最终的得分成绩 ML360R默认三把风扇的成绩是在最高温度71度 频率是在4.03GHz 得分为4666分 然后夹汉堡的成绩最高温度是在68度 频率来到了4.12GHz 得分为4744分 那来到最后的总结时间 从测试来看 我们可以发现夹汉堡随人在温度达到峰值之前 凭借着冷排有更快的散热速度 可以更好的压制CPU的温度 从而拉高CPU的锐频 但来到压力更大或是达到一定的峰值后 两者的散热能力差距就开始缩小很多了 而且最高的峰值差距就只有3度的温差 频率更是几乎没有什么提升和变化 因此夹汉堡随忍方案 只能是在平衡了简易和方便的情况下 提升了360水冷一定点的性能上限 当然前提是机箱内的空间 是能够兼容夹汉堡随忍的安装模式 而且安装的过程非常繁琐 我并没有深入的做更多的测试 比如将冷排安装在侧边 以及改变机箱的风道 因此本期的节目测试成绩仅供参考 那这期影片就到此为止了 喜欢这期节目的朋友记得给个赞 新观众也希望可以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里面还有非常多的装机影片和技巧分享哦 当然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 我是Kenny 我们下期节目见啦